台湾的原住民族有54万多人 跟近百年来渡海移民到台湾的汉民族 还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外配 都已经成为居住在美丽宝岛的一家人 屏东县马家乡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2018年8月30号上午来到台中 跟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签约 缔结合作伙伴关系 原文发中心主任曾志勇说 全台湾有29个原住民地方文物馆 将来会配合科博馆 展现各地区多元的原住民文化 那我们不单单是跟国内的各大馆来做连结 那我们也跟国外像印尼 像日本的北海道 像这个马来西亚 还有柏柳等等外国的博物馆 我们也有做签订合作备忘录的一个仪式 那我们希望借助很多很多的管设的帮忙跟协助 让台湾的原住民文化 不单单在台湾花光花亮 也能够在全世界让大家 让全世界的人看到 科博馆馆长孙维新表示 希望透过合作伙伴关系 推动学术交流 研究分享 实践台湾社会关怀的精神 而在今天的签约仪式当中 双方还互赠纪念品 共饮小米酒 最后还以四部舞 吉他带动唱的方式 排成人龙 合唱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歌曲 因为我们管里面研究人员 有好些人跟原住民的关系匪浅 所以我们从过去到现在 无论是赛德克芭蕾的展览也好 无论是南投宇宙的展览也好 都有非常丰富的原民文化的展出跟活动 而今天我们跟文化中心 能够签署这个合作协议 未来 无论是原发中心到博物馆来 或者博物馆出去到29个原发中心的馆 都能够互相有优惠合作 目前台中市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已经在馆内设有台湾南岛宇竹 世界文化跟大洋洲的展馆 展现各地多元化的原住民文化 将来还会跟原文化中心合作 推动文物收藏 教育推广跟出版品交流等项目 共同推展精致优美的原住民族群文化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